山陀的台风不断靠近 澎湖地区也出现狂风 路数被吹得东倒西歪 岛上也一片空旷 几乎看不见人影 不只如此 路边还有好几台摩托车 都被强风给吹倒 受到山陀的台风影响 澎湖岛上2号测到最大阵风 高达12级 海面上虽然相较平静 但所有船只都绑绳固定 不敢大意 因为山陀的台风还在逼近 澎湖10月3号也宣布停止上班上课 要民众在家好好防台 严正以待 东森新闻董志斌澎湖报导